進度回到臺灣 苗栗縣政府配合中央規劃 原本打算要在苗栗縣的後龍 設置序幕循環資源 利用研究中心 但是被當地的民眾反對 縣府打算要另循他地 就選中了銅鑼箱後龍西畔的用地 還強調不會有污染 但是地方還是很擔心 不排除會發動大規模抗爭 這邊佔地一點四公頃的空地 位在苗栗銅鑼後龍西旁 鄰近動物保護園區 當地民眾表示 這裡的生態相當豐富 而且有石虎出沒 但卻即將成為病死豬情化 制場 實在很難接受 後龍都不要了 為什麼我們民眾會認為說 為什麼一定要來我們銅鑼這邊 我們銅鑼不是養豬大戶 苗栗縣府獲得農業部補助 原本打算在後龍鎮 移出農牧用地 先進序幕循環資源 利用研究中心 但去年後龍當地強力反對 縣府打算捲土重來 選在銅鑼後龍西旁 不過當地已經有三處工業區 居民憂心對生態環境造成衝擊 你這些本來就帶有病菌的東西 我們這邊又不是養豬大戶 你只是弄了一個焚化爐 你要把它燒掉 你要做這個東西 那當然是鄉親的餘率降低的話 你做起來才推行起來 才會比較有一個 縣府表示 為了解決情處份 死廢情處以及其他農業廢棄物的 續環問題 因此配合中央規劃來興建序幕循環資源 利用研究中心 之所以選在這裡 除了考量當地交通 這裡也非人口密集區 營運之後也不會造成污染 縣府表示 除了以環保方式去化畜牧廢棄物 除以來源也以縣內為主 暫時不會待處理 其他縣市的廢棄物 但當地不滿突襲室的選址 不排除發動抗爭 紀友林健身 王龍濤苗栗 報導